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6号,星期六 周末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事 昨天,也就是周五 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大麻合法化的法案 大麻合法化就允许成年人 把大麻当作一种娱乐消遣的用品 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合法化了 只要是成年人,如果在社区学院,在大学里边 都是可以吸食大麻 甚至在娱乐公共场所都可以使用大麻 所以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 美国将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联想到过去六七十年代 嬉皮士,还有这些五十年代的摇滚乐 六十年代的摇滚乐 那么就是说,给人感觉是一种自由开放的形象 也就是年轻人可以选择自己 觉得合适的生活娱乐方式 当然有人讲大麻不等于摇头丸 不等于冰毒 大麻是一种比较轻的 就是在毒品里边,危害是比较轻的 甚至还有人说大麻是有医用方面的这种效果 在很多药品里边会采用大麻 所以现在呢,不仅仅在美国 有些地方是允许种植大麻 还可以从外国进口大麻和大麻的产品 比如说有一个叫cannabis cannabis是什么呢? 是来自印度的大麻 这个是比较,在美国应该算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现在有一些股票 也是跟大麻相关的股票 所以最近呢,这些股票也炒得火热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 随着民主党执政 就是拜登总统签署了非常多的法案 然后各个州呢,也在紧锣密鼓地在改变 就是过去他们想做 那由于川普当总统 采取了一些保守主义的政策 所以无法实现的一些做法 那么现在呢,纷纷出台 还有人说很快就要对这个枪支 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 甚至有可能会剥夺公民的持枪权 这只是一个说法了 我不相信那么快 真的能剥夺美国公民的这个持枪权 只是限制 比如说对一些杀伤力比较强的武器 可能是限制私人购买 比如说AR-15 AR-15是一种像类似于冲锋枪嘛 我们国内叫冲锋枪 它是前面带这样一个梭子 对吧,就是有点弯曲的这种梭子 这一梭子里边呢 子弹的容量有30发的,40发的 甚至还有更多的 然后如果换梭子的速度非常快 你这个杀伤力还是相当大的 就可以在很长,就是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啊 就是说几分钟之内可以大规模的杀似 就是一些无辜的群众 所以这点呢很多人都说应该取消 那么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法案 过去很多年都是争论不休的 那么现在呢好像通过法案的速度比以前快多了 过去呢是要是在媒体上进行一些辩论啊 各方面的观点都要摆出来 然后在议会要进行长时间的辩论 但是现在似乎这段时间有很多的法案 那么有些人认为在民主党人看来是相当成熟的 没有多少这个阻碍 过去的阻碍就是来自这个行政力量 也就是川普当总统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要紧锣密鼓的 要通过一批新的法案 说是新法案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里边都争论 应该说争论了很久的 在人们的理念中已经比较清晰 哪些党派支持什么样的观点大家都清楚 包括同性恋同性婚姻 还有呢在公共场合到底怎么来标识性别 现在性别呢已经不是两种性别 按照这些这个一些左派的议员的提法 那么以后的性别可能有很多种 不是两种也不是三四种 而是多达几十种性别 还有人建议以后在公共场所 那个无论是厕所了 还是更衣间啊还是浴室啊 都恐怕要准备各种 至少要准备三种 三种不够 那到底要准备多少种 那就不清楚了 所以这样会大大的增加很多的成本 社会成本 这个交易成本 我想这个从商业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社会的成本会显著的增加 增加之后 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 可能是满足一些少数族群 满足少数特殊的有需求的啊 你比如说真正有同性恋这个倾向性的 或者有特别的性别特征的人 那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小众 在总人口中可能占据 百分之零点零一 甚至更低 对吧 零点零零一或者零零零一 那么非常少的这些人 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平等权利 但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权利 当然他们说有他们需求 那他就要 既然你这个普通的人 你有两性之间的婚姻和两性之间的性爱 那他们这些小众群体说 我要跟你们全力平等 所以我们要有我们的特殊的性爱 前不久看了一个韩国的片子 这个当然不是看整片了 是我看 我现在经常看电影快餐 也就是那种 花个十几二十分钟 讲解一部影片 有很多的镜头画面和对话 然后画外音讲解者 把这个剧情大概告诉你一下 所以一部电影如果原来的时长 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甚至三个小时的话 他通过压缩讲解的话 你大概二三十分钟 最多四十分钟 能看完一篇一部比较长的电影 这不是叫看 这是大概的剧情了解 但是通过这个 我也了解了很多的电影 以后有机会 你就知道哪些电影是值得一看的 那么韩国有一个导演叫金基德 金基德拍了很多惊悚片 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奇特的片子 就是反映了一些社会的问题 那些片子呢 严格的说有一些 在有些地方可能属于限制级的吧 就不是那么 什么人都能看 尤其是儿童不宜 它里边有一些包括 这个如果取得性快感性高潮 一般的人了解的话 那就是通过正常的性交 但是在那个片子里边 它也向别人展示了一种 用摩擦皮肤 摩擦身体的某个部位 来产生性快感和性高潮 那就是假如说你已经没有生殖器官 或者生殖器官出现了严重的障碍 无法获得正常的性爱的时候 它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奇特的方式 来获得性高潮性快感 所以呢 如果要是讲 某些有特殊群体的特殊需要 他们将来会发生开发出很多种形式 我想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种 那么反正我就觉得 我自己现在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都不足以来全面的分析和回应 今天美国现在正在进行 和即将进行的一些改变 当然我是比较倾向于保守主义立场的 我认为这些东西 至少我个人是不喜欢的 不倡导的 至于那些新派 新潮的人 其实跟年龄大小没有关系 有可能他这个七八十岁了 他的观念还很新潮 他可能也会支持这样的一些新的方式 那么以后 有的人说 假如说女卫生间 女浴室 女更衣室 如果有男性突然闯入 他们有一个借口 说只要你自己声明你的性别是什么 你就可以 包括拜登总统在竞选过程中 还有当选之后 都说过类似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为一些流氓色鬼 是不是开了一个方便之门呢 因为他只要进那个女厕所 女浴室 进到这个女更衣室里边 他只要声明 他说他是某种性别 那么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去 所以这个事情 作为一个社会问题 今后怎么来解决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想这个对于 在美国的这些华人家庭 如果家里边有这个几个女孩 或者一个女孩 在学校里边上学 在公共空间 以后怎么来解决 这样令人困扰的问题 恐怕过去只是说说而已 现在可能要更加紧迫的来面对 这样一个现实了 其实不仅仅是女孩 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男孩难道就没有男孩的隐私吗 男孩也不希望突然闯进来 一个性别不明的人来说 他就是男孩 可以到男御史 男更衣史来 反正这有点不太容易理解吧 我们可能这个头脑有点跟不上 这个时代的发展了 时代的变化了 但是时代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 就每一件变化都是好的吗 不一定吧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慎重和警惕 所以美国的出现这样一些新的变化 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 我个人说了不算 无论是你支持还是反对 说了都不算 你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看看这个社会 这个大众对这些问题是如何应对 和如何做出反应的 好的 今天我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